该讲起来你深入教理 进到自身的教理里面 显密就没有什么分别 都是相通的 你看我这样子分析 给大家听 大家就了解 那么释迦牟尼佛在地藏经里面 所讲的一个重点 当然也是要这个做布施 布施的功德 做这个施的功德 当你这个情形 当你自己本身的业障要消除 你必须要守戒 然后要布施 守戒跟布施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都是有功德的 那他也教我们修法 其中有很多的法 要怎么样子修 释迦牟尼佛在地藏经里面 也讲得非常的清楚 也讲得非常的清楚 其实这个显教来讲起来 也是一样 他用的方法 像释迦行法 密教的释迦行法 跟显教的敬礼 礼拜 供养 皈依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所以 真活密法 应该讲起来 就是 也是就是我们本身 修行的一个程序 一个次第 一个次第 那么这个次第 也就是非常完整的 跟释迦牟尼佛所讲的 这个 这个礼 这个教理 修行的方法 都是非常完整 都是非常严满 那你从这个表面上的 外面上的种种的仪轨 你一切都非常的端正的话 你就很容易进到你自己的内心 因为我们写佛啊 不只是表面上的 不只是表面上这样子做 最重要了 还要你的这个内心啊 你里面啊 发出来的这个菩提心啊 跟你的这个外相啊 是合一的 所以讲说身心合一啊 你表面上所做的种种的仪轨 跟你内心本身啊 是合一的 这个就是我常常在讲 地藏经里面所讲到的一心啊 一心 当你的心啊 完全在地藏菩萨 的身上的时候啊 可以讲是一心 不能说你嘴巴念着 南无地藏王菩萨 但是你心里想别的 这个就是二心啊 所以做任何事情啊 你要知道一心 很多人啊 来问师尊啊 这个修法 请问这个师尊啊 修法的口诀在哪里 那么我经常就给他写四个字 这个四个字就是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 你修法最重要的口诀 就是一心不乱 你在做大礼拜的时候啊 你就是一心在做大礼拜 在做大供养的时候 就一心在做大供养 在做四归一的时候 你就是一心归一嘛 你观想的时候就一心观想 念咒的时候也是一心念咒 那么你在念经啊 念地藏经的时候 当然也要一心 完全一心在这个经典上 以一心来做的话 因为你身跟心合一啊 就很容易感应啊 这个地藏文菩萨 就感应了 就会有感应 所以我在做护魔的时候 我真的是用一心啊 在做这个护魔的 做护魔的时候 我是一心在做护魔 那么念啊 等于是从心里面啊 念出来的 念一切也是等于从心里念出来 所以我觉得好像是说 很多人啊 他在赶这个护魔坛 有人讲说我 一定要在几天之内啊 要做好这个几坛的护魔 这个很容易啊 留于表面上的形式 很容易留于表面上 因为你做一坛 那么你一心去做的话 绝对是一坛的功德 你做一百坛 一百坛 但其中只有一坛啊 是从头到尾 是一心去做的 其他九十九坛啊 你都是 好像是说要赶功 要赶啊 那么其实这样子来讲起来 也是只有一坛的功德而已 最重要是一心嘛 你不管你做什么 就是一心 所以一啊 就是一种结对 一就是一种结对 在佛教讲起来 一就是一种结对 我们啊 每个人当然都是有业障 每一个人都有业障 我自己也认为 我不是完全一点业障都没有 好像师尊是很神圣的 是零缺点 零缺点 没有缺点 这个心跟悉空一样的 从来没有妄念 你这个脑袋里面 从来没有想到别的妄念 或者是说这样 从来你的行为 从来没有错误 你的言语行为 你根本过去是通通没有业障 现在是也通通没有业障 未来是也通通没有业障 什么你通通都轻了 你是神圣 你是虚空 你是洁悟的佛 你是 连佛都没有 也不能这样子 我承认了 多还是有的 那个念 到底要怎么样子才算 完全清净的这种念 实在讲起来是很困难 像圣人本身也有错误的 像孔夫子 他本身也有错误的时候 也有错误 他自己也是曾经这样子讲 他本身也有错误的时候 这个佛本身来讲 也变非这个全能 像佛典里面也提到 这个佛也有三不能 佛本身来讲也有三不能 尤其业障的问题 你前世造的业 这一世啊 能够把他这个完全清除 就已经很好了 事实上也很困难 你只要作为一个人啊 你是一个人 你本身就有业了